人类的救主 提摩泰前书一章十五节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佩服的 我们每天都不停地被铺天盖地的广播 电视 报纸 和电子邮件的广告轰炸 里面的产品都意味着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 更健康或更幸福 这些广告总是真相表明 自己的产品才最真实可信的 然而很可悲的事实是 这些产品广告 最后都纷纷显露出他们的欺诈性 所以毫无惊讶的 如今当人们再听到这类消息 又提高他们生活质量的革新产品出现时 已经是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了 这话是可信的 朋友 神的话语和人的说话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可信 可信一词含义是值得相信的 千百年来 人们都试图诋毁圣经里 业业的真实性 然而都全然失败 神的话是可信的 是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 我们可以依靠他 因为全能的神 我们的创造主 就是他的作者 是十分可佩服的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是值得被充分赞同的 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信以下的事实 因为这是神亲自给你的爱的信息 基督耶稣降世 这是已经发生了的事 他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愿意从天上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他愿意道成肉身 并且借着处女降生到这个世界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是完全无罪和完美的 基督就是被任命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主耶稣是神特意派来到这个世界 成为全人类的救主 世界 这是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的世界 一个被罪恶损毁和破坏的世界 这是一个里面的居民 他的受造物都说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我们不要这个人来做我们的王 这样的世界 拯救罪人 他来拯救的 不仅仅是道德行为高尚的人 而是那些杀人的 贩毒的 罪酒的 卖淫的 成瘾的 试毒的 偷盗的 抢劫的 和说谎的人 我们全部都有罪 或许我们的罪 不是像上面所列举的那样 但是我们的思想 很容易就暴露出 我们是罪人 请听听马可福音七章里 记载的 主耶稣 主耶稣所说的话 二十节 耶稣基督又说 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能污秽人 二十一节 因为从里面就是人心里 发出恶念 苟合 二十二节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傍毒 骄傲 狂妄 二十三节 这一切的恶 都是从里面出来 且能污秽人 罪会致死 并且最终在火湖中 与神永远分离 值得感恩的是 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并且完成了神 交付给他的救恩大功 神让他在十字架上受罚 并且流出宝血 以致你可以脱离罪 现在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 在神面前 承认你的罪 和无助光景 并且接受 耶稣基督 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 是为你而死 今天 信靠耶稣基督 你就可以永远得救 未经许可명的 tal认词 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